其實我們可以自然很宏觀客觀地去分析 當兩邊當你合的時候 其實兩邊都會互視善好意 善意 那對方在過去台湾ECFA早說清淡的時候 他一定是四處善意的時候 有一點會給你利多 甚至好糖吃的這種做法 那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分析得出來 如果兩邊去說我們的互相給利 實際上我們拿的是比較多 可是當然我們台灣這邊會有人想法說 啊 這是不是大陸就用統戰的做法 才會把這個利讓給台灣啊 那又有統戰的目的 反正他怎麼做都不對 在這個時候呢 實際上大陸他們有自己的考量 但大陸昨天有個叫做就問到說 那大陸乾脆對台灣現在這個520這個 顯得這個新的這個政府上來之後呢 表明著這個態度更為的 好像走向了這個態度的意識形態 是不是都拿掉好了 我說不可能 那我說為什麼不可能呢 那我說原先講 因為也有些項目是大陸需要的 那當然就回應這主持人講的問題啦 因為大陸有一些比如非常關鍵需求的產品 或者是它的關鍵技術 甚至電子產業的很多的這個 這個細項電產業他們不可能取消 那當然之前我們該保護的我們都保護 可是有一些是對它的 不管是紅色供應在2013年之後的上東下游 它有些東西自給自足了 但是有些並沒有 這些東西他們一定會分析 那就不該拿掉但也就維持 當然這也有所謂的條件交換 可是它取消的項目我覺得大部分 應該會走向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它應該有能力 在這幾年自己自主的商品 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是比較無關重要 就是說對它不會有重大傷害 或需求不大的這種商品 它取消比較容易 比如你現在想實化工業 其實實化我們當台灣當時的 這個把進行國王實化 我們也取消了 但大陸實際上 這所謂重工業所創造實化 你知道我們台灣也沒有資源 但是它可以創造一些品氣等等東西 那我們台灣有一些 做實化所創造的東西 實際上大陸也會生產 那他們這些東西可以自給自足 也無關重要的時候 它當時它幫你 因為你有生產 你不管前幾天所做出的東西 它向你買 它給你 就是我們依賴度很高 當時將近50%的依存度的時候 它對我們的出口是絕對有幫助 那當然我們慢慢 現在已經減到35%左右 就是對大陸的金屬國貿易 它如果再把我們這些拿掉 會甚至降到30%以下 但當然這個就會 對我們台灣未來的經濟有重傷 所以你說項目 它就選擇 我覺得像這種 你看這一次有很多 跟實化相關或仿制相關 當然你可能也會注意到 有些好像跟我們台灣講 經濟工業這些東西 有些就非常critical 像台灣這些隱形冠軍的產業 可是你會發現 它有時候會鎖定 裡面這些裡面的某些部分 或持進多少多少 裡面所謂的稅務的細項產品 這個槍品我覺得 都是他們應該有做過心理分析 那我覺得有兩個 就當你知道要打要打要害 有一些可能是台灣 很倚重也需要大陸來向我們買 然後我們可以創造好的 所以我們是Apple-led country 出口導向的國家 我們需要這樣的出口 創造我們經濟地基的 它覺得在動這些手 可以傷到我們經濟的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 會是裡面的 還有一些呢 這些整個產業 可能不管跟汽車相關 或一些經濟機業有關的 整個都黨的話 對它可能也會不利 它應該會在這裡面去篩選部分 比較我剛剛講的 比較可以自己住或無關 重要的部分 對它的鎖定方向 也就是這個稅務產品 可以把這個關係拿掉的 就是這些產品 那這是我的看法 剛剛這一次我們昨天有一些 缺者或者一些 知乎人的一些討論的方向 是這樣子 OK 所以當這西江134項 而不是130個稅務是很多 你去看的話 我們不能說包山包海 它其實走的方向很廣 它都有一個代號在前面 所以它的項目 大概前面的兩個三位數字 是一個項目 裡面有很多的細的稅務 那它在這裡面就有拆解 就是大概哪一些 我剛剛還是這幾句話 就是可能可以自己 是無關重要或需求不大 而且或者就是可以命中要害 讓台灣真的要有點警訊 說我們這樣子 就可能會經濟受到傷害 這些商品 可能就是它選定的目標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所以老實就是說 我們雖然就是媒體 我們都寫幾項幾項幾項 其實就是說應該是說幾類啦 就是說它的這個項下面 是一個範疇是很大的 每項下面還有很多的稅務啊 應該是啊 是是是 大項有分農業啊 這個什麼就是它有分這個很多嘛 這個 對裡面再分 所以我覺得它是134個 所謂的 我講它的稅務的產品吧 當然其中可能也有的項 是真的比較細的 它比較精準的一種 對 吃進多少 比較精準的 比如說什麼競賽型自行車這種 那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精準的 那老師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一直以來啊 就是我們台灣就是 尤其是像在野陣營 一直的論述就是說 ECFA對台灣來講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然後我們非常依靠ECFA 它也可以創造很多 什麼就業機會怎樣的 那但是就是說 中國大陸因為兩岸關係不好 所以中國大陸這幾年 就慢慢的減少 這種ECFA優惠的品項 包括從蔡英文政府時代 就開始什麼鳳梨啊 釋迦什麼 然後去年底那種什麼 12項又斷了喔 那但是似乎感覺 台灣老百姓沒感覺啊 就好像也沒 對台灣沒什麼衝擊啊 那老師那這134類啦 這134項忠實了 台灣會有感覺嗎 老百姓會覺得 真的會有衝擊嗎 我覺得喔 老師您怎麼看 我覺得我們常常強調民主嘛 台灣是一個完全強調民主導向 以民為主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民主有三個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民主是人云亦云 人家說你就跟著走 很多知識分子 而知識程度不高 會跟著大家走 第二是盲目盲從 真是跟隨的 就Heading Effect 跟著大家走 第三個最嚴重的啦 我覺得啦 當然不是泛諸四海皆準 叫自私自利 因為民主是自私自利的 也就是你說有感無管 這跟人民的屬性有關 如果他生活的場景 他有一定的富裕程度 他吃的喝的玩的都沒有影響 他怎麼會有感呢 這有感應該是整個國家層級 而這個執政單位 如果即便已經很重傷了 他要做一些認知戰 或在表面包裝說 都沒有問題 我們不怕他都不是問題 就我講兩岸軍事都一樣啊 你軍事你的實力跟他比 那我不能說滅自以置氣 說我們真的差很多 可現在從國際的 這整個軍事分析 我們在第幾名 他們在第幾名 這個很清楚知道 他們會隨時可以環島 六塊六區軍員 我們完全擋不住 而且根本沒預警 就已經打過來了 他只是三分之二 是三分之一 不是每個程度打到 我們有這種能力擋嗎 看起來沒有 卻我們可以說 我們都不怕 只要有美國支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上級的單位 是一個更高層 他可以甚至做認知戰 他可以包裝成好像 都沒事都沒事 其實我講 我背後被人家打印很痛 我表面對著你笑說 沒有事沒事我一點都不痛 其實他也很痛 可是在你面前看到 他的小孩子說 爸爸還很安好都沒事 可是是不是有事 慢慢會有事 他後面搞不好 還有隱憂 還會有未來的後遺症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你問的是人民有沒有敢 人民怎麼會有敢 人民只要被認知作戰以後 他都覺得無差呀 全部取消都無差 可是執政單位 他想法是表面認知說 沒問題心裡也會怕 那時候因為剛上來 可能他未來走的路線 也都會差不多 也就是因為很清楚 當然他的所謂的毒的表態 是比蔡佑更進一步 他的意向絕對不會變 因為他曾經說過 他是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但他的行為表徵或執行的模式 一定會有所拿捏 也就是不敢完全走 他的意向所表態毒的路線 那這裡面就包括我們講EGFA 他心裡會說怎麼樣 不玩也可以 就不跟你玩 但是他就會受傷 所以他表面是一定說都沒關係 而這表面就會認知 這樣告訴人民都沒影響 可是他心裡會怎麼想 我想我們應該都心知肚明 他一定也不能在表面得罪之下 還有他拿到的一些糖 他也不可以隨便丟棄 那因為對他有傷害 因此我覺得EGFA 你要真正完全說 說不要台灣這邊也不敢 那麼當然我講多了 也是祖先所問到人民有沒有敢 多多少少有但不多 而有沒有敢要看什麼種樣的人民 像我們如果稍有研究 或者知識分子稍微理解 整個台灣跟國際的一種 國際氛圍或地緣政治的一些危機 我們都知道應該會有危機 當然我們這有感 也不是直接到我身上有感 我還是生活得很好 可是我知道我們國家的未來 會受到影響 可是我們講普民旗陣以下的人 絕對是不知道 而且如果被政治作戰 做得很漂亮的話 他們不但無感 還覺得又怎麼樣 沒關係我們台灣就可以更獨立了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你想想看 是 老師您剛剛講到一個 也是我正想要請問的啊 就是說其實民進黨這邊 您剛剛講到這個認知戰 就是什麼話都是有正反兩種講法 比如說我們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高 對不對 那在馬英九政府時代就是說 我們全部都是雞蛋 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但是在這個蔡英文 或者是賴清德政府時代的話 他就可以講是大陸需要台灣 但是但是現在呢 老師您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兩岸的這個貿易依存的數字 其實這幾年是有下降的啊 從那個蔡英文後來的 那個2020年21年開始 現在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幾 從百分之四十幾 現在已經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幾了啊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事實上也符合民進黨政府 他需要的 他要的這個方向 他要的就是兩岸脫鉤 不管在政治上 在經濟上 在文化交流上 各方面的脫鉤啊 那我們先來談這個政 這個經濟上 那如果按照這個趨勢 兩岸的這個經濟 這個數字依存度 或者是互相依賴的這個程度 一直下降 對台灣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這個真的是 這是我們等一下call in的主題 這個是對台灣的活路嗎 如同民進黨講的 還是台灣真的是一個絕路 老師您覺得呢 OK 我想一開始 也不可能講到太極端 你說他是活路或絕路 我對都不至於 我們講隕石絕收 應該還是橄欖球的中間 我先這樣講 您剛剛提到一個 當然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台灣 意思是一個出國導向的國家嗎 我們就是Apple-led country 我們的出國導向 不管以待歐美 當然中國就是我們的對岸 然後我們就說兩岸之間 我們是一家親 是兄弟是幫 過去呢 只要我們比較和平 最近氛圍像蠻久的那個年代 我們的依存度絕對會很高 因為其實我們不管從文化 種信 語言 各種東西 甚至我們吃著用的東西 很多都很相近 那我們因為語言溝通 或者我們的社長大陸 所以我們的依存度絕對會很高的 過去甚至可以衝到 將近58的那時候到40多 現在一下decreate 大概10%左右 到了35左右 而且我覺得預估 像去年年底的時候 大家就預想到 當這個對岸的國代辦 你看他提出了第一個 所謂的12個這個稅務產品之後 大家就有點擔憂了 就談討論了很多 這次有更多的134個嘛 對不對 這時候在去年 大家就會擔心 那為什麼會擔心 就是你說五感沒關係 可是數字會說話 大家就覺得 當你減少的時候 我們的出口就會減少 而我們的依存度 從40多到30多也降低了 對我們的進度貿易 就會受影響 可以去想想看 從COVID-19的末期 到後來到去年 其實我們有一陣子 12個連續的藍燈 也就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出口導向一直很弱 那就是我們很需要 這種出口的這個東西 當然後來現在稍微的 有點這個可能國際復甦 像AI的這個 high-tech的這個 這影子讓我們的出口 有點增加 那是整個國際氛圍 可是我們有就是說 還是一樣 1 3分之1 我們還是依賴在這個 中國這邊嘛 所以大家如果逐步減少 對我們絕對是一個 有型的 我想程序按實體好了 程序上你可以說的 實際上一定會受到傷害了 那當然我還是一句話 就是說從包裝上來講 我們可以說都沒問題 但實質上他會不會擔心 就是現在執政的 會不會擔心當他表面說 我們不在乎都無所謂 可是實際下一定會在乎 當我們的東西出不去的時候 怎麼辦 譬如你剛講到農產品 早期最早是在2006 07的時候 我還記得連戰還帶了一群人 到廈門去怎麼樣 請他們買我們的香蕉 那時候香蕉完全自銷 一旦中國一開口 只要我們這和平氛圍是存在的 一開口我們香蕉一下 就全部就到福建去了 這時候我們很快的 龍這些龍人就開始非常興奮 因為他們我們都去走出去了 這個也是好像韓國瑜講的 那幾句話對不對 貨出去 那麼這個是很明顯的 所以你說法洛宗子會不會受到傷害 其實我覺得不可言喻 當然答案是肯定的 實際上肯定的時候 你又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人民有沒有敢 答案我就覺得 這就不是肯定有的有敢 有的無敢 比較知識的歷史 過好自己生活 你是在台灣賺了很多錢 過得很好 那怎麼會受到影響呢 沒有影響 這是國家受影響 小愛媛受影響 一個爸爸在外面 賺了很多錢回到家裡 家裡的小孩都過得很不育 可是他爸爸在外面賺錢很辛苦 他可能又是晚上到酒店喝酒 大家還很羨慕他 搞不好他喝的胃都穿孔了 他已經很慘的這種生活 甚至電子車都是借來的 都有可能 也就是他受傷 他還是可以讓小孩子說過得很好 我的意思說 人民可能無敢 可是這整個家庭 或我們這個台灣 可能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這是我的想法 而且還會越走越慘 那麼當然這個還不只是 他們對我們ECFA的鎖定 因為這個還包括了 我們講三隻黑天鵝 從這個這個歐物戰爭 還有一個COVID-19 當這也過去 還有一個很大的黑天鵝 到現在辭職味覺的 就是美中貿易戰 因為美國呢 現在把他的國安問題呢 上升到比他的經濟受傷 還嚴峻 就是第一要件 就是國安問題 所以他現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打 這個我們不要講打 就是割子 就是脖子式的 把中國的各種的發展都割住 那這時候也造成台商 很多在這去年的一兩年內 必須用China Plus One的方式 走到了越南 走到了泰國 這已經讓我們固定 早期的固定投資的 我們當時FDI 這個這個所謂 Direct Investor 直接投資 都慢慢移場出去 這已經減少了 我們的部分的這個 依賴度了 這個當然從某個角度是好 但從大部分角度 我覺得其實是不好 對我們來講 因為對廠商也講 他的資本支出增加 成本增加 對他出席獲利 未來還看不到的時候 出席獲利還會減少 其實都很大隱憂 但是是沒辦法 因為美中貿易戰 那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當人 你剛剛講的商品 到從這個當時的九二共識 開始一路走來的 到2012年 我們開始推的EFA 到現在 的確有一陣子 當然在馬英雄 那個年代是不錯 但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現在還存在了 但是當它慢慢減少的時候 我們東西就像韓國瑜講的 我們出不出去 不會受影響嗎 除非我們找到 就是我們當然在 那個英文那個年代 是一直強調新南向 新南向甚至 他甚至現在還有人講的 新東向到這個歐美國家 可是那麼容易嗎 你怎麼去賣商品 到一個更遠的地方 語言更不同的地方 除非你東西是好到不得了 那我們就是台積電 或者一些高科技產業 可以讓大家投以青睞說到 你就是No.1就是好的不得了 可是大部分東西不是啊 因為是同志性很高 你出賣東西有龍台比 別人也有啊 你賣到西方 西方不一定要 他們也有 同志性東西很高 你怎麼去走 所以新南向或新東向 所以當我們的對岸 當在EFA開始談判的時候 當然多多少少 我們說 當這個從民進黨的角度 他說大陸這個做法 都是統戰 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讓利比較多 當時很多中華經濟委員 台縣都有分析過 兩岸在商品交換的時候 誰給誰的利比比較多 當然仔細分析 絕對是對岸給我們比較多 那我們台灣 當畢竟我們的方篩子較小 那在這10年走來 你也會看到台灣 當然因為它的走向 意識形態的走向 變成說 在EFA裡面 不管你存不存在 我們台灣只要出入大陸 對大陸有用的一些科技產品 人鎖就鎖 甚至配合美國 甚至有些東西 我們覺得我們很好的 人不賣就不賣 或是更嚴重是大陸來到台灣的東西 我限制你說 你不能進來就不能進來 這就是當然去年12月21號 中國拿什麼方式 來丟出這12個稅務產品 就是講的就是台灣 當時的一些限制 就是這個對大陸進口的限制 我想你知道 不公平貿易 對 不公平 那這事實嘛 那當然這事實 這個當然是跟台灣的 這個意識形態導向是有關係啦 那當然除了這個 所謂的不爭之事實之外 當然我們講我們的對岸 他一定也是有他的意圖 另外意圖就是說 他希望有一點 以經濟獲得一戰求和 說那你如果真的 這個河明北走得比較 像兄弟一樣的話 我們可能真的就要慢慢減少 所以去年12月那今年134等等 那當然講多了還是一樣 就是他減少 他們一定也評估過 我們自己也知道 否則他幹嘛要減少 就是一定對我們經濟會受傷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一句話 台灣就是一個 主要導漲的國家 我們有些東西生產的很快速 我們以前是一個製造王國 從這個經濟奇異這麼久 從紡織 紡織王國10年 從1960年代 到1968年 一新二新開始 我們變成石化王國 那是1970年代 所以他最近鎖定很多石化工業 在1970年代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塑膠都是用Made in Taiwan 所以這時候 王永慶也走出去了 那1980年代 當台灣變身了 變成電子王國 那台灣不得了的電子產業 是全世界跑遍 但電子產業 我覺得啦 我們的對岸 是不會去鎖定 所有的電子產業 那麼紫密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需求 因為不管他們 炸了多少的大經濟一起計劃 做晶片半導體 或者2019年炸了所謂的 這個所謂5G 這個或者未來的這個科技 這個high tech的東西 但不管怎麼說 這有些東西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光講台積電 我們講奈米製程 塵州製程 中國可能製造全世界第一 它千斤製程就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的奈米 在奈米之內的 才會有美國的Arona 這個日本的雄本嘛 搶著要拿去 而且還要砍 砍斷中國 我覺得這樣這種電子商品 高科技的中國是 我們的對岸是不可能去 說不要的嘛 對不對 但是你那些香蕉鳳梨 它一定需要嗎 海鮮或者什麼 石化工業它一定需要 所以我剛剛一直強調 一開始講的就是 自貪人自給自足的 無關重要的 需求不大的 它可以不要 也就是說 當然或許有些東西 它也會受點傷害 可是它如果做這樣的一些 動作程序的話 有可能對台灣會有些警示效果 我覺得它做 它就有它的意義 那當這個意義做下去之後 因為它都分析過會對台灣有傷害 那台灣我認為 當然就會有傷害 這個傷害就是經濟的傷害 但台灣整個overall的經濟就是不差 那經濟奇蹟40年的光環 雖然過去了 亞洲四小龍之首 雖然也不再叫之首 但台灣還是非常的棒 在全世界還是可以稱為叫rich country 我們的high tech的電子產業 還是世界上非常了不起的 這個的一個產業 所以台灣的生存力積還是很穩 那只是說這樣的經濟商 那會多嚴重呢 那一定有 會不會嚴重打擊到台灣就要倒了 也應該也不至於 可是人民會慢慢受到影響 我們的荷包會慢慢縮水 這是慢慢漸進式的 是一個石不蠢的一群慢慢移轉的 這是我的看法就這樣子 那一定會受影響 而且當然對岸還可能再做更進一波 更進一波嘛 那你知道對岸的做法 因為它大 所以很多都是四點的做法 從這1979年的改革開放 不是就設四個點嗎 後來又不斷的對不對 現在的CBDC Sendio Bank的這個D2K 也不是設四個點嗎 從蘇州鄉城區 南部的申郡 左邊成都 北邊就是北京的維安區 雄安區一樣的道理 它也可以用四的 因為他們四的做法 我覺得就是從小 由小到大 成流敗退 如果成功它會繼續做下去 我們現在看到受點傷 如果我們還不警惕 還繼續說不怕不怕 不用怕 然後還繼續跟它對爭的話 我覺得將來它再做更多 我們的明顯點的傷害就會出現 現在可能一個小傷 貼個上路怕濕 塗個點酒就結束了 過去如果砍 你可能砍到金砍到骨 那時候就可能不是現在的傷害 那時候的狀況可能就有差異了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當然因為它現在從12到134個稅務產品 會不會再多你覺得呢 而且當軍事的這個 我們講從Lindsey Perrosy Lindsey Perrosy在兩年前的8月12號 之後的8月9號 所謂的123、5、6、7的這個6區 到這一次你知道 這個我們也知道52年之後的 我們的圍島的那種演習 這個都是警示嘛 跟這個你說134個稅務產品有很多嗎 有它還是慢慢挑 那下次還要再挑還要再來 等到它真的重動到我們的筋 我們不要到骨啊 到筋你開始痛 手都不太動的時候 可能那時候我們不退讓都不行了 好老師我現在剛好有一個新的新聞啊 總統府這邊有回應 我也念給你聽啊 大陸取消ECFA部分關鍵簡易上 總統府回應是說 早有掌握衝擊有限 然後政府會繼續加速 共產業的全球布局啊 請國人安心啊 大概就是這樣 老師 很好解讀啊 一樣的這跟我們剛剛講的都一樣嘛 第一個早有掌握 其實這也不由他 我認為他們有訊息 因為我們昨天的會議中 我們不要是庫董 我們是藍營之國也有講到 那今天我跟其實之前 我跟那個就是剛打給我的 各位有講 他說哎我怎麼知道 因為有人知道 當然不是我 好我也不要講誰 他談提到還提到的氣象 我說哎 這就是這個東西有掌握好 那我認定他早有掌握 第二個他說早有全球布局 這個是yes and no 你今天最容易布局的 你出了問題 你去找別人布局 你是不是變成 你要浪力給泰國 浪力給 過去我們對東南亞 不是我們要開很多東西 送給別人嗎 而人家有給我們嗎 這就變你必須浪力給別人 你可以開過別的市場 你可以做更多的全球布局 但是你是不是lose更多 也就是這有所謂的 我們在經濟學講 機會成本嘛 opportunity cost 你一定有機會成本 因為這叫give up的概念 就是一個放棄 你盡量得到一個 take something 你一定give something 那台灣在現在狀況 你說你不在乎 你就是全球布局 你一定會給一些東西 所以當然 他們有沒有那麼穩 而且現在當地緣制度很複雜啦 有美國 美國是幫我們嘛 所以美國當然在這時候 你不管用哪一種 不管哪一種格局啦 當然是國來國去 這時候美國在後面可能會 不管是正面的 很負面的 因為他的最主要的目標還是中國 在這個時候呢 他對台灣 能夠支持台灣 拿這個 我又寫一篇文章 就把台灣是川普講的 拿我們台灣當皮尖嘛 去奪這個中國嘛 這個時候呢 美國就會盡量用 這時候呢 跟一些他號稱的民主國家 就可能會這樣說 那這時候我們好像是有做到全球布局 那用美國撐腰 可是我們是不是要 gave一些東西 以及最後的重點叫穩不穩 因為這是用美國撐腰的部分國家 這些國家真的是 這麼倚重台灣嗎 還是因為美國是聲音之支持 所倚重的 而我更不覺得還如此 也就是說 有些國家還不一定會完全倚重我們 就像我們的邦交國 慢慢減少 哪一天 如果美國稍微的氣勢稍弱了 或者某些病嚴重了 而中國當然被壓制得很慘 然後當時他經濟 這前兩年也是被 當時美國也是蠻厲害 這個老大是沒話講 他很多霸權是存在 壓制很慘 但是他還是有他很多的籌碼可行 當他籌碼 讓這個我們的對岸 走到了一定的level的時候 美國又此交彼長之後 很多他所謂 不管是民主國家 尤其有些非他的 所謂的他拉帽結派的非民主國家 也開始投靠到 我們講投靠好了 或者說移送到中國的話 請問台灣 你要怎麼再去 不管是邦交國或我們的盟友 對你怎麼樣去全球布局 這就是文與布吻 你好像做了 但現在暫時看起來有 而且每次在做 你看非洲國家 請問我們是不是要浪力 請問每個國王來要什麼 要我們錢啊 要去支持啊 農業幫他 技術監測幫他 所以這個東西有點是口號 但我只能講yes and no 一定有他實質的一些內容 可是我覺得這個 剛剛那些話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半的認知戰 那他一定要告訴國民 別擔心我們有掌握了 我們有全球布局了 這是要的 可是我跟你講心裡還是會擔心啊 我們就要講怕 怕不太好聽 台灣都免怕不用怕 上戰場也不會怕了 但是還是要擔心啊 憂心一下比較好 老師您剛剛講其實也很清楚 就是對有錢人來講 其實沒有差啊 我哪有差啊 但是對比較經濟基礎 沒那麼強的民眾來講 那可能就有影響了 同樣的對產業也是一樣啊 我們台灣的優勢產業 就是半島底這些產業 那他們哪有差 他們全世界賣到全球 但是相對弱勢的產業 他們可能就真的有差了 對 您剛剛講得很好 前面那個有錢沒錢的倒不是重點 而且沒錢的人還是一樣 在他生活上 在台灣一直有認知戰 他也認為沒影響 但是未來會有影響 我最後講一個 您剛剛講的產業非常重要 就是部分產業 像福茂一定受傷 那我當時去中南部演講 的確像那藥學 或一些的確有受傷 但是有些產業不會 就像您剛剛講 所以一定會有些產業有感 一定的 但某些不會 就我剛剛講的嘛 他們自以自足的 如果他不需要你的時候 你怎麼賣 我們還是很能生產 剩量很大 你沒有地方賣 你到全球布局 你就要給糖吃 那就要第一交換 有機會成本 所以有些產業會受傷 有些不會 那還是以產業為主 好 您說 所以就是看 就是反正弱勢的產業 那就是自己自求多福啊 只能這樣 這就是我們一直落到 最開始你講的嘛 什麼產業 為什麼這些產業的概念嘛 他知道那個產業 對 沒錯 他可以讓你會有痛的感覺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 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下單 再加強 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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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